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天竺鼠車車爆紅的四大原因 首先 天竺鼠車車片長短 結構完整 每一集的天竺鼠車車只有2分40秒 根據研究 觀眾最喜歡看2分鐘以下的影片 當看到2至3分鐘的時候 有很多觀眾就不會繼續看下去 所以不會超過3分鐘的影片 就是可以最能吸引觀眾看完 而且在3分鐘內 每一集就已經展示完整的故事曲線 包括戲劇的起承轉合結構 令故事充滿張力和懸念 吸引觀眾一直看完為止 第二 角色造型嬌小可愛 研究顯示 如果一個人 一種生物 甚至死物都好 只要外表有這些元素 就會被人視為可愛 包括有很大的頭 大眼睛 娃娃臉 大額頭 而見到這些可愛的外貌 就會令我們覺得他們很嬌小 無助和可憐 就好像人類的BB 那樣 所以這一組的特徵 組合起來就叫做嬰兒圖式 人類要照顧後代才可以生存 所以會對這些特質產生反應 當人類見到像BB一樣可愛的事物 人類的腦裡的獎賞效應就會啟動 所謂獎賞效應 就是當人類做出有利於求生的事 中老的腹側被蓋驅就會被激活 接著就會傳到伏格核的多巴胺神經回路 令到多巴胺增加 令人覺得愉快 此外還有其他研究 研究我們見到可愛的事物的時候 會有以下的反應 包括注意力被吸引 想要寵愛自己 引發我們的同理心 想照顧或提供幫助 被療癒等等 也有人類學家認為 當人類見到一些精巧嬌小的事物的整體 就會覺得很滿足和有安全感 例如見到一些微型的城市 微型的傢俬等等 因為它們會令我們覺得自己特別高大 第三 畫面的用色鮮艷明亮 關於顏色 我們首先要認識三個名詞 明度 彩度 和色相 色相是用來講不同的顏色的 即是我們平時講的 紅、橙、黃、綠、藍、電子 明度就是講不同的顏色會有不同的明暗 明度有分低、中、高三種 光線強的時候 顏色感覺上就會比較明亮 即是高明度的顏色 而光線弱的時候 顏色感覺會比較暗 即是低明度的顏色 彩度就是指顏色的純度或鮮艷程度 當顏色的純度越高就會越鮮艷 而當顏色混入白色的時候 顏色的純度就會變低 也不會那麼鮮艷 研究表明 高彩度和高亮度的顏色 能夠吸引最多的注意力 也能讓觀眾產生強烈的情緒和興奮 而明亮的畫面更容易得到正面的評價 第四 影片帶出的信息正面、樂觀 而且觀點新鮮 故事中的主角要處理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問題和煩惱 令觀眾有強烈的代入感 但他們解決的方法 就是跳脫現實生活的限制 引發觀眾的想像力和思考 天竺鼠車車的出現令人眼前一亮 擺脫日常的壓力 算是一套大人小孩都適合看的動畫 希望大家會喜歡以上的分析 多謝大家收看